是七月四號美國的國慶日 應該是很開開心心的 但是因為疫情 還有俄烏戰爭的衝擊 供應鏈的影響 導致部分的城市 連基本的煙火都必須要取消了 我們是誰掌握 絢爛煙火綻放夜空 美國國慶日在常見不過的夜景 今年不少城市居民 卻沒有機會欣賞 受到疫情和俄烏影響 全美多個城市 包括亞利桑那州 鳳凰城 加州首府 沙加緬度 馬力蘭州 坦帕 都取消了國慶煙火秀 大陸疫情封控 導致貨物堆積港口 沒有運出 衝擊供應鏈 美國也難逃波及 美國煙火協會統計 美國特殊表演用煙火 有七成來自大陸 而像是仙女棒 沖天炮等加油煙火 大陸進口比例更高達9成4 而美國國內港口 本身也有塞港問題 不只人力不足 惡物戰爭將國際油價推至新高 海運成本大增 全國煙火協會會長更表示 過去一個貨櫃的運費 只要9800美元 如今卻飆漲到36000美元 運費高的下人難以負荷 本該是歡慶的國慶日 如今卻顯得仇雲殘物 華油更撰文指出 美國不分黨派立場 都對國家失去信心 文章指出 以自信和雄心著稱的美國 6月底蓋洛普民調卻顯示 只剩大約65%受訪者 為國家感到自豪 這個數字相較10年前 已經下降將近兩成 文章更指出 美國正在失去國家競爭優勢 在慶祝獨立的日子 美國人卻受到槍案威脅 經濟狀況更是危在旦夕 生活似乎不如過往 繁榮穩定 記者劉家瑜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是美國 英國 法國和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7月4號出席北京清華大學主辦的 世界和平論壇 雖然這名字有和平兩字 但是現場火藥味十足 美國 英國 法國大使當面批評的是俄羅斯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狀況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和俄國駐華大使 傑尼索夫在論壇開始前先友好的握手打招呼 沒想到幾分鐘後兩人直接正面交鋒 布恩斯除了直至俄國違反聯合國憲章跟不留其面的紙批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 面對美國正面鋼 傑尼索夫不甘示弱強硬回擊 表示自己並不同意 傑尼索夫當場反駁 更批評在聯合國的破壞下 當前世界正處在深淵邊緣 不過一旁的英國駐華大使吳若蘭和法國駐華大使緊接猛攻 在美英法三國駐華大使圍攻傑尼索夫火光四射之魚 美國仍不忘批評大陸 要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不要再提有關美國生物實驗室的謊言 因為烏克蘭境內並不存在這樣的實驗室 一貫散佈虛假信息和謊言的是美方的有關的官員 面對美方指控 趙立堅表示陸方是根據事實說話 美國有責任給世人一個交代 另外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日前參加北約峰會後 官方表態韓國通過大陸實現出口經濟繁榮的時代已經結束 此話一出引發大陸官媒不滿 在對此事大陸資深媒體人曹新在金融時報中警告 韓國不要過度依賴的思維很正常 但如果要參與部分國家對大陸的圍堵 那麼中韓關係指東北亞必將地洞山搖 記者夏海宇報導 再來關注是通貨膨脹 現在是衝擊到南韓了 南韓政府最新的資料就顯示了 當地六月的消費價格指數 漲幅超過了預期 創下二十四年來的新高 另外還有南韓的通膨的問題 就創下了現在的超乎外界預期 而韓國的央行就打算說七月份要進行史上首次升息兩碼 來因應通貨膨脹 酥脆多汁有鍋炸雞出爐 經典的原味版調味版 再來點國民美食辣炒年糕 喝完熱呼呼水濃湯解酒 韓國的靈魂食物光聽就讓人產生欲滴 近期卻因價格漲幅 消費者直抱怨 以後要改光顧超商 不僅午餐通膨 超商便當成了新日常 南韓萬元時代的來臨 民眾荷包更是大失血 每一餐至少一萬元起跳 折合新台幣約285元 一名牛股湯餐廳老闆也無奈 餐廳和消費者同樣苦哈哈 政府公布南韓通膨率 創下13年來最高 而6月消費價格指數 則創下24年來最高 漲幅大大超過預期 不亞於歐洲 韓國因通膨業家猛烈翻漲物價 消費者大碳 根本吃不消 因此外界預估 南韓央行可能會在這個月 宣布升息兩碼來隱隱通膨 若真如外船要升息兩碼 也將成為南韓央行史上的第一次 記者陳立信報導 美國芝加哥郊區的高地公園市 在當地國慶日當天傳出槍響 目前得知6人不幸死亡 將近40人受到輕重傷 緊急送移 尖叫聲四起 民眾嚇得四處逃竄 美國國慶日當天 芝加哥高地公園 驚傳槍擊事件 當時公園正在舉行國慶遊行 沒想到進行到後半段 居然傳出海人槍響 現場血跡斑斑 甚至有人不幸丧命 警方立刻展開搜索 案發數個鐘頭後 在公園以北約八公里處 逮捕槍手 當時槍手持高火力步槍 爬上頂樓瞄準公園民眾 警方認為埋伏地點精心挑選過 而22歲的克里默三世 現在也被爆出 也是位軍事迷 似乎事前就計劃好這場行動 2022年才剛過一半 這起駭人事件 居然已經成為美國今年以來 第三百零九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我只是想要保持 那些家庭的一段階段 美國總統拜登出席國慶活動 臉色凝重 槍擊事件讓本該熱鬧慶祝的 美國國慶日蒙上一層陰影 記者蔡新城報導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嚴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